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直播间黑裙红唇好贵气 呼吁大家多爱自己 抱怨忘事想回家 10月26日 赵丽颖出席某直播间活动 她穿着黑色抹胸钻石吊带裙 长发扎起 画着简单的妆容 衬得很有气质 也显得十分贵气 在直播间 赵丽颖与主持人侃侃而谈 时不时露出笑容 笑得十分甜美 不少人表示都要被赵丽颖的笑容给甜化了 直呼不愧是甜妹属性的赵丽颖 当然 也有不少人表示赵丽颖这一次的状态 真的很不错 没有疲态 也没有憔悴感 反倒是显得很有活力 状态特别好 很有精气神 在这一次直播活动中 赵丽颖也很配合主持人的问答 在谈话期间 当她被主持人问到今年最想完成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 赵丽颖直接回答想回家 她表示因为经常在外面拍戏 很久没有回家了 所以想着这部戏杀青之后就回家 好好地休息一下 然后化个美美的妆 跟自己的好朋友聚一聚 熟悉赵丽颖的粉丝们应该都知道她是一个事业型的女生 今年几乎都在外面拍戏工作 很少回家 所以也可以理解赵丽颖想回家的事情 据悉 赵丽颖来参加这一次的直播活动之前 她也是拍了一天的戏 自然是少不了疲惫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赵丽颖 拍完戏之后可以回家跟家人 朋友聚一聚 得到充分的休息 期待看到充满活力的她 同时 赵丽颖表示最近天气变凉了 希望大家多注意保暖 当然 也要保持开心 爱自己多一点 对于赵丽颖的关心 网友们也很乐意听到这样实在的问候祝福 同时也不忘记调侃赵丽颖的这份问候 越来越有女企业家的风范 其实 赵丽颖从演员做到投资公司 也是一个女企业家了 只不过她更倾向于将身心投入到自己的演艺事业中 所以这才让人忽略了她更全面的实力 但是 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赵丽颖一直都很实在 做事实在 连关心问候的方式也是很实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